一个时辰后,伤口都处理好,温情带着温宁出去给蓝旺姬熬药。 蓝西晨从乾坤秀中取出早已准备好的被褥,重新换上到,旺姬说乱葬岗上全是老弱妇孺,人人食不果腹,衣不避体,没有床可以躺,没有被子可以盖。 所以我准备了一些被褥和衣物,麻烦魏公子一会儿发给大家吧,旺姬受伤,用这些新的被褥不容易感染。 原来蓝西晨听了蓝旺姬所说,昨天就让人准下山采买了一些生活用品和吃食,又从自家库房里拿了一些药材。 蓝西晨从乾坤秀里拿出来一堆堆被褥,衣物,药材,吃食,还有其他用品,魏无羡用审视的目光看着问道,则无君,这是有备而来。 蓝西晨看了一眼蓝旺姬,略有生气地说,魏公子,你以为我愿意让旺姬留在乱葬岗吗? 旺姬昨天回去后跟我说,他要退出蓝室留在乱葬岗与你一起,而退出蓝室需承受一百戒鞭,刚被罚完戒鞭,便求我带他来乱葬岗,魏公子,你说我该如何? 魏无羡终于明白了,蓝旺姬今生的戒鞭还是为了他,他以为让蓝旺姬远离他才是最蓝旺姬的保护,可是他错了,他低估了蓝旺姬对他的申请。 他后悔了,后悔昨天说的那些话,他实话般地看着蓝旺姬,眼泪已经控制不住地流了下来,现哥哥阿怨奶甜的声音响起,魏无羡用袖子擦着止不住的眼泪。 阿怨进来后,抱住了蓝旺姬的大腿,有钱哥哥,阿怨还小,还分不清眉丑,看着蓝旺姬和蓝旺姬一样地穿着和装束,再加上两人有几分相似,便以为是蓝旺姬。 阿怨下来,那不是有钱哥哥,他是有钱哥哥的大哥魏无羡从蓝旺姬腿上拉下来阿怨。 现哥哥,你怎么哭了?姑姑说,有钱哥哥来了阿怨又抱住了魏无羡的大腿。 阿怨乖,有钱哥哥在那,他受伤了,不要去打扰他魏无羡蹲在阿怨身边,指着那些新的被褥衣物,阿怨,看,那些新的衣服什么的,都是这个哥哥带来送给我们的。 去把你温叔叔叫来,让他拿出去分给大家。 阿怨看着那些从见过的新衣物和被褥走到蓝旺姬旁边,大哥哥,这些都是你送来的吗? 蓝旺姬陈看着这么小的孩子,摸了摸阿怨的头语气温润地说道,是啊,喜欢吗? 阿怨高兴地奶生奶气地说,喜欢,谢谢大哥哥,蓝旺姬陈看着这么小,这么天真,这么可爱的孩子,开始觉得自己是不是真的做错了。 难怪魏公子会坚持,难怪忘记要退出家族。 阿怨和温宁高兴地把蓝旺姬陈带来的东西,除了留在浮沫洞的,都搬了出去。 这时蓝旺姬陈又从乾坤秀中拿出蓝旺姬的抹额递给魏无羡,魏公子,这是旺姬的抹额,你替他收好。 但愿有一天,旺姬还能带上,蓝旺姬退出蓝旺,跟魏无羡叛逃将是差不多,都是做给仙门百家看,以至于有了事,不会连累到家族。 江城也许不是那么在乎魏无羡,但蓝旺姬陈不会不在乎自己的亲弟弟。 他相信等所有事情都解决了,他弟弟一定还会回到蓝旺。 魏无羡接过抹额,内心五味翻滚,以后蓝旺连抹额都不能佩戴了,这些都是为了我。 我魏无羡何德何能,得韩光君如此相待,蓝旗姬看了魏无羡一眼,走出了浮沫洞,映入眼前的,除了温晴,皆是老弱妇孺,他们一个个衣衫褴,虽然行动迟缓,但人人都在劳作。 他来到温晴身边,向温晴施礼,温姑娘,对不起,蓝宗主这是何意? 蓝宗主一愣,随后问道,当时未能保下你们一族众人,蓝熙晨当时提到过此时,可是金光扇及其他家族都坚持,他也就随波逐流不再坚持。 蓝宗主你不必道歉,我知道你有你的难处,先门百家全力追杀我们,你也无能为力。 我不怪你们任何人,只怪我们姓温,温晴看得很通透,苦笑了一下,他和温宁对江城有恩,江城不仅选择了袖手旁观,还劝魏无限把他们都交出去,何况毫无关系的蓝室。 温姑娘,谢谢你替旺鸡智商,这些银两还请温姑娘收下蓝熙晨说着拿出来一袋银两地向温情。 温情看了一眼未接,蓝宗主,你已经帮了我们很多了,这些钱我是不会收的,你还是收起来吧,他们虽然很穷,但骨气不能丢。 温姑娘,我没有别的意思,旺鸡受了那么重的伤,她需要药材,需要营养,所以这些钱给旺鸡疗伤用,请务必收下,蓝熙晨知道这里肯定没有银钱。 这,温情犹豫了,蓝旺鸡的借鞭商还不知道什么时候好,以乱葬岗线的条件,温饱都是问题,蓝旺鸡如不能好好调理,恐怕会落下病根。 温姑娘收下吧,旺鸡已退出蓝室,她以后便是乱葬岗的一份子。 我这个做兄长的,什么也做不了,只有这点心意蓝熙晨说得诚恳一切,也是事实,以后这里就成了她弟弟的家了。 温情没想到,蓝旺鸡竟然退出蓝室,以后还会留下来,她缓缓伸出手接过钱袋,谢蓝宗主。 温姑娘,看到这里的情况,我才知道魏公子与旺鸡的坚持是对的。 旺鸡说得对,现在的仙门百家早已腐朽,不值一提,只有魏公子始终坚守自己的本心,所以才会被其他人所不容。 我们欠魏无羡太多太多了温情看着远方感慨着,魏无羡救了他们,却舍弃了自己的一切。 一个曾经的世家弟子却屈居在这暗无天日的乱葬岗,如果不是蓝旺鸡过来,如果不是蓝熙晨带来的用品, 他们连生活与吃饭都是问题。 这样的恩情拿什么来还? 蓝熙晨出去后,魏无羡来到蓝旺鸡身边,握着蓝旺鸡的手,薄唇清起,蓝湛,我错了,我不该跟你说那些话, 我让你远离我就是不想你再受到伤害,可是你依旧没有逃脱戒鸡之行,蓝湛,你怎么这么傻,你知不知道你的戒鸡痕一辈子也去不掉了。 蓝旺鸡听到魏无羡的话,知道他也有未来的记忆,心里惊涛巨浪,想马上醒来。 他装晕是怕魏无羡不让留下来,现在已经留下来,可是又想听听魏无羡接下来要说什么话,只好继续一动不动地爬着。 而此时,他的脸冲着魏无羡纳那侧,只听魏无羡继续说,蓝湛,你说你留下来,伤什么时候才能好,乱葬岗上条件这么差,要不我把你送回云深不知处吧。 你家的冷泉可以疗伤,等你伤好了再来,好不好。 蓝旺鸡一听,差点没被气死,我受戒鸡就是为了留在这,你还要把我送回去。 那我的戒鸡不是白瘦了,蓝旺鸡开始梦中一语,魏英,不要赶我走,魏英,魏英。 魏无羡听到蓝旺鸡的话,心都碎了,赶紧说道,蓝湛,我在,我不赶你走,不赶你走了,你想住多久就住多久,蓝旺鸡继续一语,魏英,我没有家了,魏无羡红着眼眶,蓝湛,你还有我,浮魔洞就是你家,我就是你的家人。 还有温宁温情他们,都是你的家人,他放弃了送蓝旺鸡回去的想法。 蓝旺鸡听了魏无羡的话,心里甜蜜,脸色有些烟红,魏无羡以为蓝旺鸡发烧了,由于他双手握着蓝旺鸡的手,所以打算用额头碰一下蓝旺鸡的额头。 在魏无羡慢慢凑近的时候,蓝旺鸡以为魏无羡要亲他,所以心跳加速,极力克制自己,而魏无羡只用额头碰了一下便挪开了,并自言自语道,没发烧呀,怎么会脸红呢? 蓝旺鸡发现自己自作多情了,心里除了有些失落还有委屈。 他要醒过来,他觉得他在晕着会被魏无羡折磨死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